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熊 经常看见呢,大家讲这样一句话 什么呢,那就是不用看了,现稿就输了,对不对 总感觉呢,有很多小伙伴刚开始画画呢 总是卡在现稿这一步,对不对 今天咱们就通俗一懂的 教大家呢,一个最基本 也是最简单的技巧,对不对 来让大家呢,学会画出干净利索的线稿 那就是,超级无敌 铁血螺旋托马斯光速飞车火焰溜溜求知 普通的描写 首先呢,咱们要用到的这个工具有 一个淘宝差不多十几二十块 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一百来块钱就能买到的这个透写台一块,对不对 薄薄的A4纸,厚厚的水彩纸 一只普通的二臂签笔,记得不要削太金 橡皮一块 0.3自动链笔 有了这些东西呢,咱们就可以开始画了,对不对 闪光吧,我的小GG 其实呢,特别特别简单,就那么几步,对不对 我呢,就详细的给大家讲讲,只要你们能听明白,你们一定能画出来,对不对 第一步呢,就是咱们在这张A4纸上,简单的呢,用这个铅笔啊,用自动铅笔也行 反正就是用颜色稍微深一点啊,千锡最好是2B以上的这种铅笔来给它简单的去画一个草稿 对不对,这个草稿呢,你不用在乎西眼画的乱不乱 不用在乎颜色涂的深不深,你就大胆的去画 把心里想要画的东西全部画出来,就可以了,对不对 咱们简单的起个草之后呢,这时候就拿出这张水彩纸了 大小呢,要跟这张A4纸差不多 然后咱们先打开透台看一下,把纸呢,对齐到你想描的部分 然后这时候就用这个美纹纸啊,把这个纸的上面给贴住 这样这两张纸就合二为一了,无论你怎么拖拽,无论你怎么翻转 无论你是第二天再画,还是第三天再画,都不会影响底下的稿子和上面的稿子的这个连续性 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分享给大家,对不对 然后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是很多小伙伴啊 就觉得这个透台的亮度不够,然后透不出这个水彩纸这么厚来 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你可能忘记了 那就是,请把你的台灯关上,对不对 把你的台灯关上,300克的水彩纸照样能透出底下的草稿来,对不对 然后画的时候呢,就是一边瞄着,一边呢,开开灯 然后开开灯看一下这个上面瞄的线,对不对 然后再主动修正一下,那修完之后呢,再关上灯,再继续瞄 瞄一半,画一半,描一半,画一半 这样连续下去,你会发现没有多长时间 你就轻轻松松得到一张非常干净,漂亮又好看的线稿了,对不对 重点,描线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台灯关上 屋里越暗,草稿越清晰 最后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让大家来消化一下知识,对不对 顺便一首好听的音乐,给大家把这个美人云的颜色上完,对不对 希望大家呢,能通过这个视频,回头自己也能画得出干干净净的线稿 你们说,对不对 还是,对不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引っかれてゆく このまま揺られていたいのに 雨の香りが記憶をたどる 僕の切なさは あなたを知ったから 歩くれた日々が今 海の彼方へ滲む 儚く世界を染める 千切私を包む 抱きしめられるのなら もう一度手の中 淡く世界を染める 千切私を包む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